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菩萨大家好 去翻开我们的课本是在83月 就是《曼宝贵》的第83月 我们这边 再经文的是在第六月的最后一段 我们这边最主要的是讲到那个 还是 因为最后一段是讲这个三规 是规于佛规法规正 那规于佛的部分来讲就是究竟规 真实规 那规于法的部分来讲 我们最早就讲到这个部分 这个规于法 规于法有分为两种 第一个就是讲真 规于法跟真 它有两种 权跟实 有权有实 那从这个规于地域的部分 那个 我们 我们后面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经文的这个 第六月的这个 这个 倒数的 最后一段的倒数第四行 的第三句 规于地域者 其实是规于如来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在法跟真的部分来讲 这是先讲这个谁的 这个 先标出 这边的法是什么 真是什么 然后在 中之 指向就是他 持二规于非究竟规于 是少分规于 这是讲这个谁的二圣 二圣的这个 随二圣的这个 这个法跟真 那后面完全解释 为什么他们 他们是这个谁的 是少分规于 他是非究竟规于 那这个 那就是 他这个何以故的部分来讲 就是这边所谓的解释 就是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 在 何以故之前 在真者是三圣众 好 我们在八十月里面 这真者是三圣众 好 我们在 这边我们全面也有 那个少分 好 我们这个 一圣道 我们在 在那个 神文圣的一圣道 法者 其实说一圣道 所以一圣 我们在 一圣道在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 《依法华经》里面说的 这个谁的 一圣之道 就是讲到这个 神文圣的这个谁的 一圣 因为他 神文圣 在阿含经里面有讲 这个一道 也有讲这个一道 是一圣 是一种这个谁的 那个 一种直向这个谁的 涅槃之道 而且是 也是一种不迂回 涅槃之道 因为他属于解脱之道 好 那 这个讲 所以他是 在我们的这个 法华经理院 是 属于方便 是全说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是法跟智 就是 这个 神文圣的这个谁的 解脱法 还有神文圣所得的 这个慧 所所谓的 这个无声智 还有这个谁的这个 无声智跟晋智 他是一佛 我们讲到这个 是唯一佛圣 就是讲到谁的 神文圣 为什么佛要施舍 这个神文圣的这个方便 全说 而且神文圣 也依这个谁的 阿含经的这个部分 得解脱 得禁止 修学这个谁的 那个神文圣的这个 方 这个我们说的 神文圣 就是四圣地 这个 得这个谁的 得解脱 所以这个讲这个法 神文圣法 解脱法 还有神文圣所得的无声智 还有晋智 按照来讲 佛为什么要说二圣 最主要是为了这个 谁的一佛圣 所以讲 是法制 为一佛圣故 为就是为了 为了 作为这个谁一佛圣的因 这个因就是讲 我们的这个大圣 一十圣 这个一十圣就是 整个成佛的这个 这个修学方法 道路 只有一种 唯一一种 唯一一条路 所以他把它纳入 这个是属于解脱道的部分 所解脱道所含色 所以就讲 所以 在这个 《法律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出法 都是一圣家的 这个修学道路 全部总含色在里面 这个 好 大圣的这个全真 按照来讲是 我们 我们比较依这个 因为依这个 这个三皈依为 统体皈依的部分 这个 按照来讲是 这个 菩萨三真子 这个 这个到底 这个要去查一下 因为三真子 到底是 维斯佛学所说的 三大阿真子 因为 因为 我们这个 大神 那个《法华经》里面的三圣 所以只要讲这个 菩萨圣是属于 有所得 既然是有所得的菩萨 修学者 他是属于 按照来讲 是位入这个 谁的 我们见到位的菩萨 所以如果是 位入见到位的菩萨 他还是有肉的修学 所以 为什么这边讲这个 修有肉六度称逢 是讲到这个 这个菩萨圣也是这么讲 是讲他还有我 还有我在修 还有这个 谁的 离开三界的火宅 他还有这个 就是 他还在三界里面嬉戏 所以就是讲到谁的 那个 修有肉六度称逢 佛 大圣菩萨为佛一体 因为大圣 大圣的这个菩萨是因 他还没有究竟成佛 从究竟成佛来说 跟佛为同 我们所说的这个 一体就是 完全成就的那种一体 佛的究竟成就 那个 所谓的这个同体 所以按照这样来解释 也不是最究竟 这个另外 在我们八十四页里面 就是讲真之言三圣众 那个 法何故不言三圣法 法之言一圣道 真一言一圣真 这是讲那个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法既然讲一圣道 为什么不跟这个真一样 跟真为什么不讲一圣真 因为如果你要讲的这个佛 也圣佛果 那为什么不 不用相同的这个立场来讲 不用相同阶位的这种 文字元来说 他那个 为什么要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就是讲到谁的 如果说为什么 法讲一圣道 这个真为什么涉及到三圣 这个 我们其中法师回答 也口语复文 就是复相 复相来显出这个 不管讲一圣道跟三圣众 都是讲他这个少分 非究竟见到 非究竟 他的这个 这个法跟真 在二圣的立场 都不是真正的究竟 那我们这讲到谁的 看一下这个 在八十四月里面 是 但法既修会 因为法本身来讲是 在法华经里面就是 为什么法 为什么这边讲一圣道 因为法纳入这个 谁一圣 纳入道 因为整个修学道路 是一圣 一种修学的道路 是为一十圣 只是他把这个 森文圣的这个血脱法 把纳纳进去 所以一圣之道 所以他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森文圣法是 是根据这个 就是走上这个 回小向大这样子的 立场来说 是入 会三圣 会三圣法 入一圣 入一圣法 所以叫做一圣道 那真它是只是 从 因为真是讲这个 神文真 冤决真跟菩萨真 所以它是从没有入的那边来说明 所以真曰未会 所以才说三圣咒 所以不管说会跟未会 不管说法的 法师从入到一圣法 因为法律经比较强调这个一圣法 为它的宗旨 所以比较没有提到真 所以它是 就是讲到谁的这个会跟未会 都可以互相来 来 来 来会通 来显出这个 为什么 这边法 从这个一圣道的立场来说 真从三圣众的立场来说 好 那这个只讲那个 我们这个经文里面 讲这个 持恶归一非究竟归一 这个 这个是直接标出来 所以这个最早的是 我们这个 这张法师 所以这个是月明不争 所谓月明不争的部分来讲就是 二圣的所修学的 这个所谓的解脱果 二圣所修学的解脱法 它是权 它是属于方便的 那种 开示 它不是从这个 那个真实成佛的 立场来说 所以这个是讲 为什么指向不正 非真实 好 这样来讲 这样来讲 这个 这个解脱这个 我们二圣的这个 解脱法门 它本身来讲是 因为在阿涵新天 要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正 归于法的部分来讲 归于二圣的解脱法 这样二圣的解脱法 在我们大圣的立场 就不是真实的归于 所以非 这样子来讲就是 它没有办法达究竟果 所以故非究竟 但是权归 是一种方便归于而已 因为这个 在我们前面有讲 为什么要讲到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正 因为当时 非常多的这个 所谓的学见 所以佛说正法 解脱法 解脱的方法 这个让我们众生的贪吃 是能够断尽 得烦恼的解脱 所以这个是讲这个 用这种方式来 所谓方便归于 所以它是讲少分归于 这是一种在法上来讲 并没有真正的圆满 完全 所以按照这个法就是 讲没有真正的 它不是真正的完整 所以只是 只是在这个所谓的解脱 解脱法上 所谓少分 所以此就全十一门来解释 因为就是讲到 这个二规 是在方便施舍 所以 十的部分来讲是 佛所修学的这个一圣 一圣法 一十圣 所以这样来解释 所以说这个二圣 二圣的这个归于佛 归于法跟归于正 本身来讲就是 究竟归 也不是真正的真实归 那另外还有这个部分来讲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因为这个讲那个二圣的法跟真 他不是真正的能够成就佛果 他不是比如说二圣的只能 只能烦恼断尽 他只能解脱烦恼 得修体正涅槃 这种体正涅槃就是得解脱果而已 并没有成就无上大菩提大菩提果 所以并没有完全真正的有佛果的真实功德 那二圣的这个出家众也是指 是有短见烦恼 所以他并没有有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大菩提志 所以也没有真正的 这个可以 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遇到三知识 大圣的修学者 为他说大圣法 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得这个究竟的大智慧果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在佛果的立场来讲 他们也都不是真正的究竟 也是因为 所以这讲的都是水少分 并不是真正的完整 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圆满 好 那这个 在我们八十四月里面 这讲到这个 我们从何以固那边 何以固是在第六页 第六页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倒数第七行 都是最后一段的 从上往下 就是第五行 何以固说一圣道法得究竟法圣 好 这个是讲那个 这边最主要的是要讲到那个 因为前面最主要讲那个二圣的是 二圣的法 规法跟规证 它是属于 少分规 非究竟规 那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规法跟规证就是要讲到 这个在这个佛国里面 在佛国里面所说的这个 那个规法规规证 在佛国本身来讲 这个按照我来讲 这比较属于 同体规 同体规的部分 所以讲到那个 此次解释 所以何以固者 是一种问的一种形式 经言习 经言习习 经言习习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这边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讲的二圣非真实 二圣的法跟真 非真实鬼因 这跟 这跟二圣的 阿寒的立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二圣的 一直说他们已经 究竟得解脱 究竟成 究竟正果 所以他们也是得究竟果 所以 既然得究竟果 应该也叫正实 归一法 他们所学的法也是 所谓正实归一法 他们自己 这样子根据 阿寒金所说的这个教法 解脱法 他们也是这样子得正阿罗汉果 应该也是所谓真实的圣者 那怎么会说他们是少分 是 所以 出这个问题 是 事故自分 那所以圣道 这个在我们第六月里面 所以圣道法才对 法那个 应该要讲所以圣道法 这个 所以圣道法 为什么一圣道跟 一圣道法到底差别在哪边 好 因为他这边就是讲 所以圣道法 得究竟法身 以上更无说一圣法身 好这个是 先解释这个谁的 那个法的部分 这一圣道法 跟一圣道有什么不同 因为一圣道 他是讲一圣之道 那个 我们看一下那个 结尚法是怎么回答 为民法权中 就是如果你要讲到这个 法权的部分来讲就是 二圣 那个法者一圣道 这个 这个一圣道得究竟身 跟这个 这边我应该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 第六月 经文第六月 这个最主要讲 说一圣道得究竟法身 以上更无说一圣法身 那法权中里面 这个在我们结尚法师的 这个解释八十四页 他是讲到谁的 一圣道得究竟身 以上更无一圣法事 一圣因道得 果得究竟法身 所以去 所得身是究竟果 故知能得之因非究竟也 这个 这个法权中这个 一圣道得究竟身 这个是讲这个身文圣 他的是讲这个解脱身 因为身文圣不讲法身 身文圣不讲得如来法身 而且 以上更无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 因为身文圣里面 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 这个 就是更 更不知道这个谁的 就没有更不知道一圣的 我们大圣的 一时圣的 这样子的一些 修学式 就是 就是不晓得这个 广华心里面 这个一时圣的 修学的这些的内容 事体 的意识 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得究竟了 究竟圣 如果是一圣道法 这一角是讲这个 有关于 那个 他其实讲那个 一圣道本身是因 所以他讲一圣 一圣因道 那个 很多人是讲那个 你有一圣的因的修学道路 你才会有一圣的 这个所谓的佛果的 这个究竟法身 因为一圣为修学因 的修学道路 才会得这个 这个所谓的佛果的 这个所谓的究竟法身 所以 所以就讲那 因为 讲这个 这个一圣道 就讲那个 这个 因为一圣 一圣道本身是因 有关于因的这个 因为因把它纳入到 这个一圣的这个法 他这个应该是 为什么讲到谁的 一圣因道 好 所以你有修学了一圣的这个 因的这样子的这个方法 所以你才会得这个 这个佛果的这个究竟法身 所以己所得身是究竟果 故知能得之因非究竟 这是讲到谁的这个 所得因 如果是从 如果说你从这边来看 一圣道得这个 所谓的究竟身 这一圣道是讲 这一圣道是讲 我们所说的二圣的这个修学 修学的这个解脱的方法 解脱的方法 所以他们得的 是他们的这个解脱 究竟的解脱圣 那这样来讲 就是讲从这样 从他的文句也可以讲到谁的 这个是能得之因 因为你是属于一圣的 这个 之道 所以他是讲 这个是因 这是果 所以己所得身是究竟果 不管是讲到 如果说你在二圣的部分来讲 因为所 这个是讲 不管是你的 究竟身是谁 按照来讲二圣的果 那以圣道都是 都是讲因 所以从因来讲 他都不是究竟 所以为什么讲故之能得之因非究竟 如果是我们 因为我们菩萨圣 是以圣因之修学道 所以我们所说的 因为他是从三圣来说 如果我们讲到谁的 菩萨圣来说 他也是修学一圣 一时圣的这个因 的修学道路 所以他为什么讲到 所以他为什么讲到 从这个因来说 都不是真究竟 所以这个不管是二圣 还有菩萨圣 都这样 都在因为来看 都不是真正的究竟 这是符合我们前面这个部分 二位成佛果 所以都是因位 所以都不是讲究竟 那后面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结账的解释 那个 以上更无说一圣法者 如果是在究竟法身上来讲 因为以上更无说就 如果是在我们这讲到谁的 不管这个是在 这种是讲到 我们这个森文圣的一圣道 是在因为他本身来讲就是 根本没有所谓的一圣的修学方式 一时圣的修学方式 所以以上更无一圣法事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一圣因道得果得究竟法身 从这个果得究竟法身 那来讲 所以一究竟法身上 选法身可得是究竟 选这个谁的 因为你是讲 一圣因道得这个究竟 这个所谓的法身 这个选这个谁的他可以 得这个究竟法身 所以选法身可得是究竟 所以选一说一圣上 更说这个 其选一说一圣道 所以选说这个二圣的这个法则 其一圣道这个部分来讲 更说更有这个 更有更说更有比这个一圣道 之上更有这个谁的 这个我们这边所说的 你看一圣道法 像是二圣员 所以更更其选 所以更更更 其选说于 神道上 更说得究竟法身 好 故之这一圣道非究竟 这个是从这个 因为这个讲那 一圣道本身来讲 是二圣的 它一圣之因 是讲从法和经的立场来讲 一圣道是随于一圣之道 那我们后面解释 真者之三圣众 因为真 这也是讲一究竟法身上也 所以选这个究竟法身可得 而且又是真实究竟 所以选出这个所谓的二圣的一圣道 还有比他更上的 可以说更上的一圣 我们一时圣的修学印 他可以得究竟法身 所以这样来推论二圣的一圣道 并不是真正的究竟法 如果不是真正的究竟法 那当然归于这样子不真实的究竟法 不究竟的究竟法 那当然是不是真实的归 那三圣众的部分来讲是 这个按照来讲也有这个 就是讲方便施舍的真 方便施舍的真是讲那个 这个善规一别体的部分 真正的这个真是讲三规一同体 下变其相 下变其相是讲第六页的部分 三圣众者有恐怖归一如来 三圣众就是讲我们讲 身文圣 愿觉圣跟菩萨的这个有学位的这个部分 这有所得的这个大圣的菩萨 所以讲全 所以还没真正的归这个 这个见到位的这个菩萨 所以他们因为 为什么会有归音又恐怖 因为有所得的菩萨 他没有真正的断尽贪嗔痴 还有一些分断绅士 所以所谓有恐怖 那二圣 阿罗汉他还有这个谁的 还有这个谁的 我们讲的变异生死的位断 所以还是有恐怖 这个奇位断 所以还是有恐怖 所以他的变异生死的修学 还没有修学 所以对峙未成 所以有恐怖讲明二未进 归如来者是 他还要归如来 因为他的这个圆满的这个大圣的善法 还没真正的修学 所以明他的善法未圆满 甚至讲到他的菩提还没有圆满 没有这个谁的 这个 这个菩提 你讲那个菩提未满 未成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 三圣中有恐怖 这个第一种解释 因为有恐怖是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恶 就是他的这个烦恼 过去所做的烦恼 不善恶行 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断禁 所以才会有恐怖 那归如来者是 因为讲他的这个 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 变异生死的这个 所谓的善法 还没 还没真正的圆满成就 菩萨的这个 所谓的修学 还没有真正圆满成就 所以还是要归如来 所以明善未满 那另外的解释就是 对质未成 还有他的 为什么要归如来 是张 他的佛果还没真正的 这个张果未尽 他的佛果真正的还没达到 没有完 没有谁的 没有 我们所说的 张果未尽就是讲 他的佛果的成就 还没真正的尽了 下面的解释 求出 求出修学向阿 阿洛多尔三秒三菩提 因为有恐怖 所以 我为什么还要归如来 是因为他还要 就是讲回小向大 求向佛菩提 所以世上有恐 所以才要归如来 因为归如来 才能够处理恐怖 这样来讲 为什么他们要 因为讲 这个三圣众 为什么要归一如来 因为出恐怖 出力恐怖 还有要修学大圣法 所以后面就是讲回小向大 所以要发大圣的无上佛菩提 就是讲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为什么要行菩萨行 修学这个菩萨的功课 所以这样才能够去向 无上就近佛菩提 这样才是叫做谁的 就近 这样才算是就近的成果 就近的佛果 所以这本身来讲是 从何以故来 来解释 首先 说这个法的部分来讲 从一圣道法里面 讲的来讲一圣道 本身来讲就是非就近法 一圣道法才是就近法 因为他能够得就近法胜 那三圣众是讲真的部分 因为有恐怖 所以才要归一如来 这样因为处理恐怖 所以才归一如来 就是求处理这个恐怖 然后去向无上佛菩提 所以这样来讲 所以同时指出这个谁的 这个二圣的这个归一法 二圣的归一 所归一的二圣证 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真实归一 后面是为什么讲到谁的 后面就结论 事故二归非就近归一 是一种有限量的归 因为在阿罕经里面所归的 阿罗汉不是有学 这个都是他们 阿罗汉这一生完了之后 就入无一涅槃 所以他是整个 所以一生就入无一涅槃 下一生他如果不来三间 你怎么归一他 所以这讲他为什么是有限归一 这法的部分来讲 因为缘其法是一种生命 世间的生命 他不是真正的 修学缘其法本身来讲 因为在二圣的缘其法是得解脱 所以二圣的解脱法 按照来讲为什么是有限归一 因为他不是在二圣对这个缘其法的理解 并没有办法成为 成为佛果的正德 所以也是一种有限量的归一 那后面是整个 在我们先看一下 后面这个 那个归一第一遇者 这是讲的 这个真实归一 究竟归一的部分 是前二归非真实 非究竟归一是有限归 有限归一是讲他的少分归一 二圣的不能长 所以这边讲二圣的不能长住 因为二圣的部分来讲就是 如果你的阿佛患 就是他的二圣的这个 效法里面所讲二圣就是 无意于涅槃为他的最久目标 所以根据这样讲 他不是长住在世界 所以因为这样子来讲 所以有限 不能无限为我们这些世界能做归一 所以叫做有限 因为你二圣人 入一涅槃怎么出来说法 所以连带这个法也是有限 这个把它去掉 好那我们在下面的部分 就是解释这个 应该要解释这个谁的 日有众生如来调伏 归一如来得法经责 身性乐行归一这个法跟正 这边最主要是讲 这个归一法跟归一正 是属于究竟的二归一 它是属于实归一 就不像二圣的部分 不是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再看这个谁的 经文的第六页 最主要是讲这个二圣 最主要是讲归佛 最主要是讲归一真 还有归一法跟归一真 它是同于归佛 是属于究竟归一 这个最主要是讲统体归一的部分 所以若有众生如来调伏 归一如来得法经责 生性乐行这样来归于法跟归一正 所以这个是恶归一 这个 是恶归一 这种归一法跟归一真 非此恶归一 所以我们真正的就讲到谁的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虽然它是讲这个 生性乐行归一法跟归一正 但真正的讨论这个 归一法跟归一真 它的部分来讲 实际上是得罪于归一如来 从如来这个部分来安利的 所以非此恶归一 并不是真正的归于这个法跟真 是真正的是归于如来 因为这个 这个是如来调伏 因为他接受如来的教化 接受如来这个谁的 因为这个讲到谁的 前面最小的讲 这个三圣真 他有恐怖 因为有恐怖 所以他要归一如来 所以得到这个如来调伏 他们的恐怖 所以讲为什么讲对 调伏是一种对质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归一如来 因为他归一如来 所以得 所以这个时候他领悟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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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圣的这个谁的 因为讲非小上大的部分 完全 这个法是属于一圣法 的这个金折的部分来讲 是属于这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领药 刚药 精华 得法的这个内在的 刚药跟精华 所以得法的真实义的意思 像既然领悟大圣的一圣法的 这个谁的精准 所以精华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谁的真实法义 所以这个时候 深信 信这个信一时圣的大圣法 热心 这个时候热心归一这个 归一这个法跟真 是归一这个谁的 一圣的这个 就是法和心的这个大圣的法 跟大圣的这个真实证 好这样子实际上这两个归一 都不是真正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谁的 从这个因 因为这个归法 是讲因为它是所谓 大圣的 大圣因之法 不是大圣因 一圣因之修学到 这样子 为因可以修学到究竟法圣 所以这样子这个因 从因为来讲它非究竟 这个是修学正义也是 从因为来讲它也不是究竟 所以这个讲从这个两者 他不是真究竟 真正的 他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法师跟真 都是来自于 归一如来 所以是归一 是真正的是归一如来 归一如来 本身就是属于 归一 归一第一意 那后面就解释 整个归一第一意 则是什么意思 所以它这边最主要是 讲归一 这个是 从这个归一第一意 所谓归一 归一如来 这个把它 按照来讲是归一如来 所以这个是属于 真实归一 或是究竟归一 所以若有众生这部分来讲 上来第一是当相显恶归非究竟 当相的部分来讲 是从他的这个 比如说法者即是说一圣道 所以从他的这个谁的 相的这个讲 因为他的这个 我们声闻圣的二圣的 这个修学解脱法的法相来说 还有这个谁的 声闻正 声闻的出家 出家中 不是乃至阿罗汉 所以是讲到他从像 因为阿罗汉还有恐怖 他还有恐怖的身相 所以这个讲 从这边来讲 他是有限归 所以他属于非究竟归 那我们这边最主要的是讲 从能归来显这个守归非究竟 所以能归是讲这个 是否讲若有众生 这个众生最主要是讲那个 回小向大的修学者 所以讲明能归 我们后面最主要的分战段 第一个是明能归 他最主要是 若有众生这个部分来讲 是讲明能归 明归一法就是讲这个 这个如来调伏 就是最主要是讲明 第二个是明归一圣法 归一圣真 按照这边讲是他的原因 变守归的原因 那事故二归下 好 这个 我这边讲是 非持二归 是归一如来 这边讲是 那个守归 为其佛果 显未非究竟归一 所以明能归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若有众生 去这个能归一的人 能归一的修学者 如来调伏是讲这个法的部分 因为是讲那个 从佛师社的一圣法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一圣法来调伏自己的 这个恐怖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如来调伏是讲归一法 归一如来是讲这个 那个 讲 是属于归一正 归一如来是讲这个 因为 按照的讲是因为 为什么要 归一如来 是因为 对法 所以由如来调伏 因为如来的 这个 这个谁的 他 一圣法的这个施舍 让他能够 让他能够调伏恐怖 处理这个恐怖 所以这个时候 他归一如来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若有这个 众生 所以讲能归一者 然后他为了要调伏 他的恐怖 所以他修学的这个 一圣法 所以这个时候 而归一如来 所以这个 按照来讲是讲到谁的 如来调伏是讲归一法 他本身来讲 因为他能够调伏自己的 这个谁的 恐怖 所以这个 所以他也叫做 真 所以为什么这边讲 是谁归于法跟正 所以为什么这边来讲 是谁归于法跟正的原因 所以后面就讲到谁的 为什么 恩如来调伏是属于法的部分 因为佛未出世 众生归于外道 其以天神 佛降福得翻邪入正 也是属于调伏 如来调伏是讲到那个 他因为他比较属于法的部分 居然 居然 归于法 我们在归于法的部分来讲 就是比较 比较 就是比较可以说明 因为如果有佛在 当然属于归于佛 比较属于 三归于比较属于 比较特 显身归于佛 那我们这个讲 佛还没出世的时候 所以比较讲的 比较讲的这个归于法 所以他比用这个 佛未出世来做解释 这样解释 比如说 显身归于法的重要 众生归于外道 其以天神 就是讲 为什么讲归 归于法跟归于正 所以佛降福他 得翻邪入正 这个 得翻邪入正的部分来讲 这个 因为 我们 这个翻邪 这个邪最主要讲 这个外道跟天神 入正法中 所以调福 他讲这个 我们看八十五页 这个最主要是讲调福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第二个 因为第二个是 乐于众生都来调福 归于如来 得这个 法跟经者 应该是讲 这个 归于如来 得这个 法 法的经者 这个能归于者 得法 经者 生性乐心 我们这边所说的法 不是正 是极是能归之心 所以他比较 讲的是 这个 若有众生 这个部分 是属于比较 显得是能归于者 而美首归的部分来讲 这个美首归的部分来讲是 这边所说的这个 那个归于法跟真 是 是二归一 是 是二归一 非此二归一 是归一如来 所以美首归 是这边 上面所说的这个 若有众生 经过这个 如来 所说的这个 这个法 经过这样子调福 所以 这个讲到 我们所说的这个 称为这个是 修学证 所以这个 他们这样 所说的归于法跟归于正 所以 所以 这是讲他们所归的 所归的对象 是 这个 这个法跟正 所以为什么讲 变所归 所归的对象 这个所归的对象 那后面的部分讲 就是讲到 这个二归 并不是真正的归于 这个 法跟真 是真正的是归 归于实际上的如来 所以为什么 这边想到 谁的 真正的是信任 如来 是归于法 真 这边所说的 所归于 那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归于 这个法跟真 是真正的是归于如来 这个部分 四二归于这边 讲到 那个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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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指出来 所以 讲归于 刚才所说的 对象 非神二归于就是 不是真正的归于 这个谁的 这边所说的解脱法 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所提出来的 因为的法 或是我们所说 因为的正 那 这边来讲 是一支讲到谁的 他们是真正的是归于如来 所以名词二归 这个名词二归就是讲到 因为的部分 并没有真正的得救进佛果 从这个立场来讲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 并没有办法当做我们的救进归因 显非究进归因 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个如来调伏这个部分 按照我讲 也可以解释解脱法 就是刚才所说的 刚才这边讲到 这个法者即是说一圣道 或是讲到谁 一圣道法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 因为的修学 他还没真正的救进成佛果 从这样立场都是属于 未救进 未得佛果 所以他们这种 两项的这个归义法跟真 并不属于救进归因 那 那个 这边这个提出问题 何故从能显这边来讲 来显出所归 因为这是讲到 为什么他们提到这个 这边 就上面这个讲到谁的 对有众生如来调伏归如来 这个部分 从能归里面 来说明 他们所归的对象 是法跟正 而且这种法跟正 还不是真正的 这个谁的 真实究竟 所以这最假的是 更显出这个二圣人 所归的这个谁的 这个法跟正 是随分的归 并不是真正的救进归 那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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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到那个 什么是属于 究竟归一 是讲这个 归一第一 真正的 因为我们 我们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真 真正是归一佛 因为佛才施设处法 因为佛才施设处是正 所以真正我们讲三归 还是属于归一佛 这是别体的归一 如果是三归一的 同体归一 是归一如来法身的部分 如果是同体归一的部分 讲真如法身的部分 这讲 那我们后面讲 什么是究竟归一 就是要归一地义 所以他讲归一地义者 是归一如来 这归一如来的如来有两个意思 有些如来是讲这个 究竟的如来法身 有些如来是讲这个 如如的这个 这个不来不去的那种 真如的这个体 这边如来比较属于 这个谁的 比较讲的是 这个究竟的如来法身 那我们先讲这个 解释这个归一地义者 就是归一如来 上来第一 就是上面都是讲 不是究竟归一 上来比较属于这个讲的 因为它是从 法跟真 的权跟 权的部分来讲 不是真 不是究竟归一 所以讲上来第一名 不究竟归一 那后面完全是讲究竟归一 那从这个归一地义者 整个就是文里面有分为两段 举二归举佛果 这个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 明明前面讲归一法跟归真 是非究竟归一 这边为什么讲到归佛跟归法 归法跟真又是究竟归 这要从这个佛果的立场来看 归佛是没有问题的话 它是究竟的位 佛所说的修学的一圣法 从这个因为一圣法是佛位所说的 既然是佛位所说的 他当然是谁究竟法 那这样子来讲 因为佛本身来讲是圣真 究竟的最殊胜的修学者 他是最究竟的圣真 所以为什么讲这样子的圣真 所以为什么收为究竟 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 为什么这个讲 这个二归是属于佛果的究竟归 但的话你会觉得上面明明讲二归是非究竟 这边又为什么讲二归是佛果是究竟归 所以他后面才会一顾又做一个来解释 为什么这边的二归是属于佛果 是属于究竟归 那整个文分为两端 那我们先讲这个二归是佛果 是究竟归的部分 里面有两小项 第一个是月变 月变是讲那个 月变 这个月变是讲为稍微的大概的分析 这个变是讲分析论述 所以这个讲归一地意者是归一如来 所以这句话则是讲越分析越说明 这是概要的刚要的 来提示的意思 分辨的意思 分辨的意思 叫越辨 那此二归一 所以为什么后面是此二归一 此二归一 一地意 这个是讲到这些的重新在详越的在讨论论述 辨是分析的意思 论述 所以为什么这讲原地意者 所以此言不足 此言不足就是讲到那个 我们几乡法师认为 他没有 这句话没有完全 他的文字语言并没有很完全 所以他应该 这句话应该是讲 第一语者 因为讲归一第一语者是归一如来 他应该是讲的 第一语者应该是归一如来 归一法跟归一正 他应该 我们几乡法师认为 他应该要加上这个 不是只能说 只有说到是归一如来 还要加上归一法和归一正 所以如果记就是整个完全表达的话 应该是要加上归一 就讲归一如来 还有后面要加上法跟正 因为为什么要加上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第一语 那这个第一语到底是怎么解释 所以他的讲到 他的第一不是那个 因为空 非是空里名第一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空里最早是讲 在波勒经典的空里是讲 真如 以文字来讲是 以空就空的语言文字来 代表它是离体的意思 所以讲 真如是空相 实相空相 无相 就是讲一言文字来讲 它的离体 因为波勒经里面是讲 是讲一切法空 从一切法空所为第一 所以他不是从这边来说第一 他是从旧境为来讲第一 真正的旧境为才是叫第一 因为我们出地的菩萨建到空 真如的空体 见真 所以他还是 我们说的 所以讲到谁的 还没有 他的真如的周章 并没有完全全部的剥除掉 所以他的第一是佛果的旧境为的第一 所以这样子指出来 就是要显出佛果位的这个所说的法 佛果位 我们佛是真正的 就是佛也是真的意识 从这个立场来讲 为什么他也是属于 为什么讲那个 佛法真是属于真实归 究竟归 所以亦选这个法真 两者 也是属于真实归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此二归一是究竟归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归 这个归于法跟正 你从这样来 聊天才会讲 为什么二 这边的佛位的这个法 佛位的 以他来讲 他就是圣真 从这个立场来讲 他就是这种的二归 才是真正的究竟归 所以他这个讲法跟真 是属于 广位的立场来说 他是第一意 是归于此第一意 其实归于如来 这个如来 总是如来所说的法 真是本身 他本身就是真实证 真实的圣意证 所以为什么这个 总是叫归于如来 所以此二归一是究竟归于如来 是整个 从论前就是讲 这个跟前面来对照 前面是讲这个谁的 前面是讲这个 如果说有众生 他想要 因为他还有恐怖 所以他为了要 处理对峙这个恐怖 所以他归于佛 从这个若有众生 这个修学位来讲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得究竟果 所以 他丑归于的是 这个我们这边所说的 这个因为的法 跟因为的证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并不是真正的究竟归于 所以为什么讲这边的 从归于第一意来讲 不管所归于的佛法证 都是属于第一意 是果得的第一意 这种果得的第一意 所施设的善归于 全部都是属于究竟归于 所以即是究竟归于如来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在我们 在我们也是84月 那后面整个 整个做这个谁的解释 会顾 因为我们刚才讲解释 为什么在果位的这个 这个归于法跟归于真 都是属于佛 究竟归 他本身是佛果结尾的 这个 整个都是属于佛果结尾的成果 所以合理故 这边作为解释 为什么恶归 这个法跟真 是属于究竟归 这讲合理恶归 所以为什么这讲 解释之后 为什么恶归 其佛果 是属于究竟归 就是想对问辨事 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 那我们两种解释 第一个就是 相望显无异 相望是解释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六页 经文的第六页 就是无异如来 无异二归一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 不晓得要怎么 有时候这个分段 有时候还蛮 到底这个讲无异如来 那无异二归 还有另外加上这个谁的 如来 这样来讲就是 接三归一 第一次做解释 他这个讲 相望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这个 二归 他跟这个如来是 没有差别 叫无异 因为没有别意如来的意思 因为在佛果位的 佛所说的法 跟佛所施舍 他体证的法 还有他本身就是最究竟的 胜义证 当然不异如来 跟如来没有区别 因为他都是从如来所安利出来的 因为他都是从如来所安利出来的 另外还是讲无异二归 还有这个如来 所以因为二归就讲法跟真 然后加上法跟真 加上佛 所以整个来讲二归加上佛归 所以当然是属于三归 这个三归本身来讲 因为归法归正跟归佛 是三归 三归本身来讲 就按照 这种三归就是从如来 这个如来法身里面所安利出来的 所以讲到就是一的意思 证明他们究竟就是同一性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讲到那个提出的问题 就是 就是应该在文字里面应该讲 因为从文字来讲 从上面讲 那个归佛 这个问题是从哪边来 因为他认述二归就是佛果 那二归是佛果本身来讲 是佛如来法身代表 归如来法身本身来讲是归于佛 为什么不能讲 这个归于法跟真 为什么不讲归于佛 二归为什么不等于佛归 所以为什么去讲 应该要讲 应该这个问题 应该讲这个 如来就是二归一就好了 为什么要提到三归一 为什么一定要讲如来 还有法跟真 变成三归一 这边讲这个 我们看一下 那个结证法师的这个回答 这个他是从如来得体来 来说明 以辨别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 三归 怎么说 第一个是从如来 具体因为就讲从法身 从法身是 就是你要我们想这个是从我们讲要本觉 要因为觉是讲自觉 觉真如 觉如来法身 从这个我们有时候讲本觉 视觉 还有这个所谓究竟觉 从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如来 法身这个本体 所以称为佛 这个意思 如果是举这个所谓的 举体 作为这个所谓的 那个规则 这样子的立场 称为法 因为是讲那个佛 佛他本身来讲 佛的修学 佛的 还有这个 心微举止 佛如何说话 佛如何修学 佛如何演说法 这个是从鬼 因为法是属于 我们要参考的对象 从做我们 这是我们依旋的对象 因为鬼是讲这个 鬼者 我们 我们这个 参考的对象就是佛 我们以佛怎么修学为方案 所以从这个鬼者 从这个所谓的 作为 因为我们法是讲鬼词 让我们以佛怎么修学 佛怎么修学 我们就怎么修学 这样来讲是 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讲这参考的这个所谓的模式 这个立场来讲受为法 一鬼是讲参考 作为鬼者来依词他 所以这个立场受为法 如果他另外是讲 从体合意 就是讲那个真 因为佛是属于这个圣弦证 圣誉证 他 佛不管走到哪边 他都能够安详 这个立场 因为真是讲那个 和和的意思 因为真是 真意思讲和和 六和和 因为从这个 我们所说的 和和无真的立场来说 这意思是讲 从和和无真的立场来讲 他是真 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 为什么才施设 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佛法证 才会整个 从如来归 二归来 远出善归 所以为什么要有善归 这个从立场来讲 是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讲 因为我们 我们所说的三归一 有时候讲到谁 因为按照的 有时候三归一的部分来讲 是这个有时候讲 因为他的三归一 也是属于同体归一 只是他的同体比较讲佛味 有些同体归一是讲真儒的那个部分 因为我们讲学我们的佛性 这个真儒佛性是本应佛性 所以从本应佛性来讲 说为这个谁的 从本应佛性说为佛 本应我们要清正这个本应佛性这个法体 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 说为归一法 从这个与这个真儒的空礼 无所得的空礼来修学 所以从这个真儒无为的这个 不是真儒佛性的立场也是 就是说为同体归一 那这个是解为什么会远辨到三归一 这边又讲这个谁的 那二归乃是三归之二 这没有问题 因为二归最主要是讲这个归一法跟归一正 它实际上也是三归一中的后两相 所以为什么 通举就是一般都讲三归一 因为通是讲这个 普遍上都是讲三归一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都会提到三归一 其实你要这样讲也可以 因为如来及二归一 因为从如来的未成果来讲 它本身就是代表法 它本身就是正 另外是讲那个念凡经里面的四归一法 源于四归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 不管是大小圣 修学四圣地都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我们这个讲到那个四归一法 本身有这个谁先这个 我们修学四圣地有贤位的修学跟圣位的修学 贤位的修学 因为这个是有讲到修学四圣地 有按照我来讲 因为四归一法是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出 按照我们讲出地之却 或是我们所说的出国之却 好 就是暖顶冷室 那四归一法是我们的 这加行为的最后一届 他 因为这个就是牵涉到贤位的修学 他在修学四圣地 他在修学四圣地的时候 他在修学四圣地的时候 先修学这个谁的 就先修学 就像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圣地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极圣地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灭圣地 苦灭圣地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灭倒圣地 所以一样一样的去修学 就像我们开车 我们第一个 我们不晓得方向牌要怎么转 我们到底要转右还是转左 所以一一个去学习这个四圣地 就是讲到这个南鼎冷室 就是为什么要别修四圣地 到这个谁的 四第一法的这个是 就是非常非常熟练的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四圣地 非常熟悉 所以一直把它粉 这个讲 因为熟悉所以 非常熟练 所以他只把四圣地把它合为一地 所以就是讲修学四圣地的时候 有时候是个别修四圣地 有时候是合修四圣地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但原一地 所以就 就通一举 这一般来讲都说是原四圣地 但真正的在修学的部分 就是非常非常熟练 你修学一圣地就可以 就可以得出这个谁的 四圣地 因为我们断苦的时候 本身就是断因 因为苦 没有苦哪哪有因 基因 你断因的时候 当下就是我们所说的 苦灭到圣地 你当下正果的这个 苦灭的这个 当下就是灭地 灭地就是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讲到我们谁是没有这个谁的 没有这个 不着山友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来 这个不着后友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到 就是 从一地就可以 说到这个四圣地 这要修学非常熟练道 所以他为什么去 这个在佳行会的最后一届 所以就冲局就是讲原事 如果是非常非常熟练的话 就是从一地就可以 得之三 就像我们有时候讲到解脱道 有时候实际上来讲就是 他还是有代忧菩提道 他只是讲生文的菩提道 跟我们的佛 这个大圣的菩提道 一个是生文的无生智的菩提 或是俊智的菩提 因为菩提就是无肉智的浴室 而生文的俊智跟无肉智也是 生文的无肉智 那后面就是一个回答 那第二个回答是十一如四 十一如四这部分来讲就是 归于佛位的佛法证 好 举佛归 就是 这边是讲二归就是 就是归于佛 好 这样来讲 因为二真就是归于佛 那当然把它 整个说的 举出三项 当然也是究竟归 因为二归就是归于佛 那所以归于法跟归一真 等于归于佛 那本身的想法全部列起来 就是有三归于 归于佛 归于法归于正 那归于佛归于法归于正 就是佛果的究竟归于 只是 就是讲到 从这边的讲 二归就是佛 究竟的佛归于佛 既然有归于法跟归于正 这边是归于佛 那这样来讲就是有三种归于 三种归于的对象 那三种归于的对象 来讲 这个所谓的二归本身就是究竟归 归于佛也是究竟归于 那归于的佛法证 当然也是究竟归于 只是一个是分说 一个是合说而已 好 那我们这个讲到 谁的这个 那合一顾 合一顾 合一顾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再度的 好 这个重新在 那个 再解释 是 合一顾说一圣道 水文来意 合一顾说一圣道 这个 如来 是无畏成就 狮子孔说 如来 谁彼所欲而方便说 其是大圣 无有三圣 三圣 三圣 则入于一圣 一圣 则即第一圣 那这个后面就是讲到谁的 重新再 在辨别这个 佛物 那这样子 因为就是讲 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佛要在法 就是在这个 前面对二圣的解释 法者即是说一圣道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 既然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还是 我们举重法师的 解释 此文来意 为什么这边突然 突然又来了一个 这个说一圣道 这句到底是怎么 为什么我们圣乱复雷 为什么这边又重新 又开始指这个 圣文圣的说一圣道 所以可以顾说一圣道 就是为什么会有 又重新提到这句 所以他讲有圆有近 会提到这句 前面的圆 这边的近 就比较 跟这提问的 相近的这个回答 是从上罗汉有 有鬼 有鬼 有恐怖 最最大段 那第二会比 那个小果一路一圣气 那这个 会以顾最重要的是 会所以 因为就讲到 因为会以顾 本身就是问题的施舍 因为会以顾最重要的是 会这个 会刚才就是 身文圣所说的法 法者就是说一圣道 这边 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话 我们举障法师回答就是 三圣就是佛如来所说 就是我们 因为佛施舍三圣 当然是如来所说的 那 既然是如来所说的 为什么一定 一定 在身文圣的部分来讲 一定要把他的这个 这个法跟针 为什么要录到这个一圣 会二录一 会二录一的部分 那我们还是要讲到那个 会二的是讲那个 从三圣皆是如来所说 会二的二应该讲 这个 按照来讲是讲那个 身文圣 还有这个圆觉圣 会二圣录一 录一圣 所以 下世会议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 这个 二圣录一圣 就是明一圣道是佛实说 就是明一圣道就是 因为 一圣道是讲佛 这个 这个如来 在这个二圣所施设的解脱法 好 那 他也是如来说的 只是 只是 这个一圣道 他 我们二圣的这个 一圣的这个解脱法 所修学的道路 方法 按照这个一圣道本身是在法阿经里面 纳入到这个一十圣里面 所以从纳入一十圣里面 才说佛实说 好 这个意思 好 那 余二方便 余二方便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这个 这个 因为是讲二圣的这个谁的 那个 因为是讲这个 这个二是讲身文圣跟圆绝圣 在法阿经里面都是方便说 这个方便说当然是讲非实说 所以非实说当然 所以 因为是讲比较想法 所以是讲谁才要把它入到一 会入一的部分来讲是华华君的路线 因为他本身就是把二圣的解脱教法 把它重新又回归到大圣 所以会讲这个 会二入一 会二的法入一 那如来是无畏成就是恐说 所以最主要是讲这个 那个 就是讲这个究竟皈依的部分 这样按照来讲是 那个佛 在其上法师最主要是解释这个 三轮 这个佛说三法轮的部分 这就是讲何以故 那个 所以何以故的部分来讲是说一圣道 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讲那个 这个一圣道是最主要是在依法经里面 就是入这个谁的 这个一十圣才说为 安立为一圣 一圣法 这样子安立才说为实 而这个如来下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这个 那个 这个如来 如来下的部分来讲 最主要是讲这个如来水比所欲而方便说 这个是从方便说的部分来讲是属于全 二圣是全脚师社的部分 那后面的讲到即是大圣无有三圣 最主要是讲这个慧前入始 所以我们这个最主要是从 从这个举障法师的这个三法轮 三转法轮的部分 因为举障法师的三转法轮是属于 第一个是根本法轮 第二个是说这个滋末法轮 第三个是舍末归始法门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 这个何以故后 后面这部分 那我们先讲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下节课再做一个整个全部的结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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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